在古代身份地位最低下的 毫无疑问肯定是女性 而在女性当中 特别是被卖到达官贵族家庭的丫鬟 一辈子更是生活无望 因为这部分丫鬟一般都是通房丫鬟 那么什么是通房丫鬟呢 显然是帮助老爷和少爷 解决一些特殊需求的丫鬟 他们的住所一般距离老爷比较近 甚至夜晚的时候 就直接在老爷的房间中打地铺 而不像其他做杂活的丫鬟们 至少还有一张床板 在白天的时候 通房丫鬟也是需要和其他丫鬟一样 伺候主子的衣食住行的 每天有干不完的活 夜晚的时候还不能够休息 但凡老爷的任何一方妻妾 身体不适 而老爷又有需求的话 这个时候就只能通房丫鬟来服侍了 尽管这些通房丫鬟不想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却不能反驳 不论是得宠还是不得宠 通房丫鬟的命运一辈子都已经注定了 这些通房丫鬟的命运一辈子都已经注定了 这些通房丫鬟的命运一辈子都已经注定了